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網上發表本屆政府上任一週年施政回報 提為穩中球變務實惠民 長15頁的報告分了10個範疇 包括經濟、社會福利、土地房屋、環保和政制等等 報告提到政府先後兩次加強物業買賣的印花稅等等措施 有效應壓投機活動、壓止樓價升勢 而今年3月實施規管嬰幼兒奶粉出口的法例 確保本地奶粉供應充足穩定、水貨活動大幅減少 還有內地人婦衝擊政策等等的問題 政府亦都在短時間之內解決或者處理 梁振英說不會因為有成績而自門 在大家的關心和支持下 我們已經取得的成績是不少的 我們希望實事求是 大家和政府一起去檢視一下過去這12個月 無論是政府的工作也好、整個社會也好 在各方面取得的進展 當然我們不會自門也都不應該自門 下去我們仍然是本著那個宗旨 我們穩中求變無實為物 又說過去一年遇到不少具爭議性的問題 但是政府的工作最終都能夠取得進展 強調不會低估未來日子所面對的難處 我們不會低估在施政的過程當中 由於種種原因 我們碰到的一種難處或者是挑戰 至於那個政制的問題 確實我們在第一年的時間裏 我們集中力量 搞好經濟、搞好民生 我們會有足夠的時間 會做好2017年的政改的工作 對於未來七一遊行 梁振英說政府一直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 歡迎提出積極有建設性的建議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胡可民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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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